不知不觉中,2023年已经来到了11月,各大平台为了年底的收视率也是杀红了眼,一部又一部新剧接踵而至。 本次就为大家推荐八部正在热播的好剧,你正在追哪一部呢? 第一,以爱为营。主演,白鹿,黄鹤蒂,魏哲明,江沛瑶。 该剧讲述了财经记者郑舒逸误打误撞,走进了霸道总裁实验的生活,从而牵扯出一段匪夷所思又妙去横生的浪漫故事。 两大人气演员的组合,一个甜美可爱,一个冷面傲娇,旗鼓相当的颜值和演技让人越看越上头。 与聂远、曾黎、寇振海、董璇等实力派同台竞技,更是火花四溅。 第二,无所畏惧。 主演,热衣扎,王阳,绰妮。 该剧讲述了罗英子面对丈夫背叛和巨额外债,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孤身进入良城律所,在苦难重重的道路上比例前行的故事。 作为央视主打的法制题材大剧,本剧从制作班底到主创阵容都不可小觑,案件均取自近些年的热点话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我要逆风趣。 主演,龚俊、钟楚希、吴轩宜、高志廷。 该剧讲述了落魄千金江湖和商业精英徐司为了挽救藤岳品牌,从相互抵触到相处扶持,最终逆风翻弹的故事。 故事紧扣时代脉搏,变商经济和传统产业的碰撞,不同经营理念的摩擦,人物之间的相爱相杀都看点十足,再加上一群实力派保驾护航,值得入坑。 第四,急速悖论。 主演,柯佳燕,宅子璐。 该剧讲述了空气动力学女博士沈希与热血赛车手陈茂白并肩同行,两人一次次打破赛场极限,创造奇迹的故事。 两位主演的组合很有新鲜感,角色性格反差很大,对手戏张力十足。 俊男美女一边搞事业一边谈恋爱谁不喜欢呢? 第五,最遥远的距离。 主演,钟楚希、张云龙、李希瑞、张涛。 该剧讲述了设计师苏盈和急诊科医生秦云生机缘巧合之下成为真人秀搭档,一个傲娇毒蛇,一个外冷内热, 两人开始了一段相互治愈,相互成就的爱情故事。 画面清新脱俗,风景赏心悦目,虽然主线故事有点老套,但情节却笑料百出,CP感甜到冒泡,一群配角也都是俊男美女,既扬眼又下饭。 第六,宣判。 主演,王千元,颜亦宽,蓝盈盈。 该剧讲述了齐衡和他的法院同事们,高举正义之光,在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案件背后发掘真相,捍卫心中正义的故事。 普法家悬疑题材,叙事干净利落节奏明快,开场的渔船失踪杀人案相当引人入胜。 王千元和颜亦宽之间的明争暗斗火花四溅,就是女主蓝盈盈,有点拉胯。 第七,宾宝珍。 主演,马绍华,曹骏,叶靖。 该剧讲述了清末明初的名臣丁宝珍,治理黄河,城治贪腐,新办机器局,改革严正的故事。 作为一部难得的历史剧,故事大气磅礴,演员演技扎实。 马绍华不愧是国家一级演员,入目三分的表演,把人物诠释得有血有肉。 可惜本剧被删减了不少集,画面剪辑有点不连贯,人物略显脸谱化。 第八,《迷念花开》。 主演,方一伦,黄日盈。 该剧讲述了青岩剑派天才大师兄崔晨与父黑师妹赵坦坦,联手闯江湖,两人历经生死考验,最终找到七叶范莲,并收获美好爱情的故事。 虽然只是一部小网剧,但故事搞笑有趣,男女主颜值演技在线,欢喜翘冤架的设定非常讨喜,妥妥的电子榨菜。